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和毛主席有很大的渊源 78年前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这个地方 完成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里就是陕西省的吴奇县 那么如今的吴奇是个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吴奇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的西北部 是南进中原北通大漠的咽喉要岛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战国名将吴奇曾在此驻兵戍边23年 吴奇县名即源于此 县内保存下来的秦代和明代两座长城遗址 见证了这里的沧桑巨变 今天吴奇人眼里最骄傲的 也是让游客最感兴趣的 是他的红色旅游 1935年10月19日 中央红军历经艰险到达吴奇 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而吴奇也以长征胜利落脚点而标柄实测 78年过去了 究竟吴奇还流传着哪些感染的红色记忆呢 我们设计组第一站将带您在吴奇 寻找红军当年留下的足迹 大家好 我是典典 这里是陕西吴奇县的张湾子村 1935年10月18日晚 在我身后的这部农家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会是谁呢 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毛主席 他在这个院子的第三口窑洞里住了一晚上 今年67岁的张瑞生当时还没有出生 但是自他懂事起 他就天天听父母讲毛主席在他们家住的故事 来这个地方就不能拿老百姓这个东西啊 就乱乱住 主席来的时候是几点啊 七点左右 前后父亲就走在这个窑户 主席就坐这炕 他这点紫的桌子 就是这个炕吗 就是这个炕 你父亲知道他是主席吗 不知道 不知道 1935年10月18日晚 毛主席为什么会来到吴起呢 又怎么会住进张瑞生的家呢 原来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北上抗日 实行战略大转移 期间历尽艰辛 直到1935年9月 决定前往陕北 与当地红军一起 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 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吴起镇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 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 1935年10月18日晚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 来到了距离吴起镇 40多里地的张湾子村 当时这里只有三户人家 毛主席就住在了张瑞生的家中 这里也就成了中央红军 进入陕北的第一站 当地至今还流传着 毛主席与一碗羊肉扫子 剁桥面的故事 这位员给主席断了一碗 洗馅儿洗饭 给解决着 我打算说 那怕没碗 他们的怕吃不饱 他们给做点饭 那我母亲都给扫死 羊肉扫子 剁桥桥面 主席吃了 主席吃巴士 长城楼上 这是第一次的一顿好饭 主席吃了几碗 我父亲说吃了一大楼碗 多大的碗 这盘子给主席和过面 那是古董宝贝了 那这个故事 您跟来的游客讲过多少遍 讲过边时来 小教多少也记不起 只要连游客都问 都说 都是免费讲的 免费讲 最后 这些雷封 长外子之国 开始到广用 如今 张瑞生老人家的这口窑洞 已经成为五起红色旅游的第一站 免费为游人们开放 而张瑞生老人 每天都会热情的在这里 接待五湖四海的游客 我们知道这个革命 革命前辈 在抗战期间 这个战争过程中的不容易 1935年10月19日 天刚芒芒亮 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 离开了张湾子村 向四十里地外的五起镇 进发 到家了 是啊 真的到家了 今天是10月19日 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时的五起镇 虽然只有十一户人家 却是陕北苏去的大门 尖南跋涉一年之后 中央红军终于到家了 当天他们就住进了 五起镇东北侧的新瑶院 瑶院分南北两院 北院是当年中央书记处 和中央军委所在地 有张文天 王驾祥 秦邦县的领导同志的旧局 南院北起第二孔窑洞 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旧局 78年后 五起镇发展成了五起县 而新瑶院 也被建成了五起革命纪念馆 主席在住进这孔窑洞的时候 没有办公用的桌子 警卫员只能把这个蒙板取下来 用石头给主席 置了一张办公桌 后来当地的群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 就把自家的小炕桌送给了主席 用来办公 这个小炕桌呢 是原物原件 然而刚在新瑶院住下 中央红军就发现 敌人追到了家门口 蒋介石派来的追兵 已经尾追到了正系的头盗川 成了拖在红军后面的一条讨厌的尾巴 中央决定要割掉这条尾巴 对 绝对不能把敌人 带进根据地 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作为我们向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 这道陕北苏区家门口的第一仗 就由我来指挥吧 1935年10月19日晚到20日 彭德怀在吴启镇周边 精心部署了一个口袋战术 等国民党骑兵部队钻进口袋 彻底建立 1935年10月21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 登上了吴启镇平台山的山顶 枪声打得激烈的时候 不要叫醒我 到打冷枪的时候才叫醒我 这句话呢 是1935年10月21日 毛主席在我身后的 这两棵杜梨树下所说的话 当时呢 这里正在召开战前动员大会 这场战役成为了 25000里长征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著名的切尾巴战役 我现在所在的 就是这场战役的指挥部 1935年10月21日上午七时 切尾巴战役全面打响 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尖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 共尖敌600余人 俘虏1000余人 至此中央红军切断了尾巴 1935年10月30日 中央红军离开武器镇西晋 与陕北红军胜利会试 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场战役 将原来的平台山更名为胜利山 2009年 胜利山被建成中央红军 长征胜利纪念园 身顶上的这两棵杜梨树 引起了游客们的关注 当年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棵杜梨树为这个总指挥部呢 因为在这里它可以纵观全局 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顾得到 那这两棵杜梨树就是当年的杜梨树吗 不是 八几年的时候是从原来的根析上发出来的 现在我们看我们脚底下的这个生蚝 请大家猜一下用来干什么的 寒雪鞋 战壕 对了对了 这就是当年的打仗的时候在这所留下的战壕 像这样的战壕在每个山梁上都有好多 这个胜利山有很大的交易 二二五千里长长 打起来不容易 咱们要珍惜这个好日子 刘晓铁士 五起县所有红色景点 军为游客免费开访 06万五起县红色光辉律史 接下来第二站 我们要带您去距离县城40公里的铁边城 这座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千年古镇 历来是边塞军事重镇 现在它是五起县正在打造的旅游新亮点 在这里 古城墙 点镇台 蜂火台等遗址静处理着 古色古乡的仿松建筑随处可见 正游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回到风烟弥漫的昨天 在铁边城最吸引我们的是原生态的陕北民俗表演 新海表演的就是赶尖调 来的出门去赶尖 赶尖其实是通过弹毛卷毛卷粘 赶尖洗粘整形等13道工序 用手工制作毛粘的技艺 凸出来的毛粘铺在炕上 可以防潮隔土保温 赶尖是宋朝末期 由蒙古部落传过来的古老技艺 现在已经避免失传了 为了传承这一传统技艺 当地的文化馆将赶尖技艺 改变成了原生态的表演 深受游客们欢迎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技艺 通过这种表演的形式传播出来 是我感觉的更加记忆深刻 开阔我们这些观众的野界 这个是赶沾的第一步吗 把腰毛抬起 自己尝试起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看别人弹 其实人肚子挺漂亮的 自己弹难度太大 这个一步是可以学一下都能学会 心灯生巧 你弹了多少年 我弹了二三十年 我希望呢 就是这种东西呢 尽量的能穿出 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种 我们当地人的这种风俗习惯 以及我们当地人的一种技艺 能传承下去 除了看民宿表演 在铁边城 还能买到许多陕北的工艺品 比如用武器盛产的五色梅子 制作的梅粘画 五彩斑斓的鞋垫 精美多样的刺绣布衣等等 更觉得是 还能定制精美的陕北剪纸 我们栏目叫美丽中国乡村型 能剪出来吗 大概需要多几 二三十分钟 这位大姐叫陈凤梅 从事剪纸已经三十多年了 小小的剪刀在红纸上翻飞 不一会儿作品就完成了 剪好了吗 剪好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你看这些蝴蝶和花朵的装饰 刚好是恰到好处 包括这个字体也是潇洒有力 我吃这个特色的细腻 你剪出这幅画也能更让我感受到这个陕北人民 不仅有粗绑豪放的一面 而且更有心灵手巧的一面 有一小贴士 铁冰城不收门票 银速表演每个周末都有演出 票价每人五十元 初冬的舞伎飘起了雪花 在寒冷的街头 一个小摊点钱却是异常的热闹 原来是在卖这个黄米嬷嬷 咱黄米嬷嬷可是陕北人最喜欢的主食之一了 有一句歌谣说 黄米嬷嬷四牙呀 就像一朵金花粉 一看果然是 咱五体不是盛产这个梅子吗 所以这儿的黄米嬷嬷特别的出名 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呀 必要尝一道这道美食 今天算是我有口福了 碰上了 买这么多都自己吃吗 还是送人 不是送给朋友的 朋友喜欢吃 他们家鲜里边的 这个口感怎么样 好吃 这黄米嬷怎么辣 快就来一个呗 黄米嬷可好吃的 好吃 很松软 很蓬松 而且吃起来还挺有筋料的 米香很浓啊 这太奇妙了 我们无奇先这黄米嬷 这不是黄米嬷就最烫 这位大姐名叫刘志霞 别看只有四十岁出头 卖黄米嬷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在吴启县可是小有名气 那么这金灿灿的黄米嬷嬷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 世事组决定到刘大姐的家里见识见识 这都到我家了 小院挺大的嘛 这么漂亮的大院子不会就是卖黄米嬷嬷挣的吧 就是黄嬷嬷这个呗 那看来这生意是真的挺好的 吴启县位于陕北丘陵沟河地区 杂粮和小麦是这里餐桌上的主角 黄米嬷嬷嬷有陕北杂粮之王的美誉 是陕北人冬天最爱吃的一种主食 这种舌尖上的美味制作起来却需要一番功夫 它要用上好的梅子 也就是五谷中的鼠做的 前后得需要四天时间 首先将梅子用清水浸泡一夜后煮熟 晾干水分后上碾 刘大姐坚定地认为 用机器摸出来的梅子 远远不如用自家的碾子 碾出来的好吃 梅子面细细地筛过后下锅炒 炒过的梅子面会散发出一种自然的清香 这是黄米嬷嬷好吃最重要的理法 这炒完的面现在就是要把它和好 就几道 就和好放在矿上就要发胀 酵子就是之前发好的一点梅子面 揉完的梅子面在火炕上用被子包着 效果最好 发九个小时后 梅子面就会发生神奇的转变 这是刘大姐昨天发好的面 这锅发出糖也修过来你知道吧 好热乎 这个温度大概有个七八十度了 它都是甜的 这都几乎就是糖嘛 真的很甜 这种糖水 这发到有些份甜得烫下去 不用加糖却又香又甜 这就是黄米嬷嬷的魅力 发酵好的梅子面还不能马上上锅蒸 还必须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 这东西有料料有变化开花花有好吗 就说变于那个面里也开是吧 怪不得我在那个车里见到您的面都跟张开笑脸一样 笑得那么灿烂 这就是量的原因 黄米嬷嬷以列的放大为美 那如何让黄米嬷嬷开口大呢 把发好的梅子面冷却到冰凉 再上锅蒸就是秘诀了 为了保证每天都有黄米嬷嬷嬷 刘大姐夫妻俩每天从凌晨五点开始 交错完成各种不同批次的工序 要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休息 这一年下来得用多少斤梅子 要得得十几斤梅子吧 一年收入都八九十内外国家 那也行了 真漂亮黄澄澄的 每一个都是裂开花的样子 现在满屋子都是面的自然的甜香味 好想吃一个 好烫 不过摸在手里也突然软 幼稚喜欢吃来的 幼稚还喜欢吃了 我还是喜欢吃热的 热的更松软 更清淡 而且这个甜味更浓 实行 多简单制服的话 就道出了真理 所以我说希望你们的日子以后 就跟这黄米嬷嬷一样 越锅越好 越锅越香甜 天天乐开花 谢谢你 留小贴士 黄米嬷嬷可以在常温中保存两到三天 游客可以买回去带回家品尝 五起是一座红色之城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里正式结束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五起是一座历史之城 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记忆 在这里传承和发扬 五起是一座美食之城 潜北人最爱的美食 在这里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味道 五起人勤劳赞扬质朴 靠着旅游他们走上了发展的新道路 美丽中国行 深海乡村游 我们继续出发 如果您也想到五起去看一看 可以乘飞机到延安 然后坐三个小时的汽车 就可以到达了 喜欢美食的朋友到了那里 推荐您一定要尝尝那儿的羊肉 据说那儿的羊因为常年吃 当地特有的一种叫百里香的草 因而羊肉非常鲜嫩 不带山味 其实五起县还是全国退耕还领第一县 如果春天到那儿的话 您会看到一个绿树成荫 花团锦簇的别样的黄土高原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吧 西山岛上生长着怎样 与众不同的橘子 千年古村糯米 隐藏着什么神秘古宅 念不浩渺的太湖中 美女的眼泪 幻化成哪样美食 探寻与乾隆有关的故事 橘红西山古今寻美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转发请旅事件给我们ु启 je Пом